去年7月,年轻漂亮的女主加比·佩蒂托在男友布莱恩的陪伴下 一边用当下最流行的方式开房车环游美国 一边通过各种平台发布照片和视频 努力地做着自己旅游博主的事业 然而,一场旅行过后,却只有男友布莱恩一个人驾驶着房车回家 女主加比却不知所踪 由于加比是个旅行博主 所以在他失踪后,有很多人都去看了他之前在网上发布的照片和视频 在网上,大家见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阳光少女 再加上加比本身的网红属性 他的失踪案迅速发酵 很快就在全美被吵得沸沸扬扬 但无论加比的家人、警方和网友如何施加压力 嫌疑最大的男友布莱恩在律师的指导下 对加比的下落始终一言不发 很多人非常愤怒 甚至前往男友家门口抗议 而就在女主尸体被发现的前几天 这个男友也失踪了 他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堆白骨 给警方留下了众多的谜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 加比出生于1999年3月的纽约 虽然是个从主家庭 但身为消防员的继父 对加比还有他妈妈都很好 加比也有着一个非常幸福的童年生活 认识加比的人都很喜欢他 说他就像一个住在彩虹上的小仙女 加比的妈妈也说 他生活在自己梦幻的世界中 认为生活处处美好 看不到人心的险恶 而且还经常同情心泛滥 高中的时候 加比认识了他现在的男朋友布莱恩 相对于加比来说 布莱恩是个比较内向沉默寡言的人 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时候 永远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升入高中以后 布莱恩逐渐变得喜欢上户外图物旅行 同时也交到了一些同样爱好的朋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同样喜欢户外运动和海滩的加比 和布莱恩成为了朋友 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约会 是在2019年的7月 在一个海滩上 两个人穿着海蓝色的情侣卫衣 用筷子吃着寿司 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但在熟悉他们的朋友眼中 布莱恩却是用一种令人窒息的方式 爱着加比 加比的同学说 他们两个人好的时候就像一个人一样 但下一秒 布莱恩就一副要打人的样子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变化总是很大 同年9月 他们俩一起辞去工作 开始了他们第一次自驾旅行 他们一路走走停停 他们一起去了加州 拉斯维加斯国家公园 最后来到了这趟旅行的终点 圣塔莫尼卡海滩 旅行中 他们舍不得花钱住酒店 就会在沃尔玛超市的停车场里过夜 这次旅行中 加比拍下了不少照片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 加比开始了他旅游博主的道路 2020年7月 布莱恩向加比求婚 两人也在社交平台上互相发文 说了求婚成功的事情 然而他们两人却没有丝毫的经济基础 来支撑他们的婚姻生活 当时的疫情肆虐 两个人都没了工作 加比开始四处打零工 收入也是当地的最低标准 而布莱恩在失业好几个月后 才在一家果汁店里面找到了工作 此时的布莱恩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他们可以模仿一些网络红人 住到房车里面去 这样不仅没有了房租的压力 他们还可以开着房车四处旅行 而加比则可以名副其实的成为一个旅游博主 果然加比非常赞同这个计划 于是他们很快就开始了他们的房车旅行计划 2020年12月 加比拿出了辛苦工作三年的所有积蓄 买了一辆小型的白色福特货车 然后两个人开始了辛苦的改造工程 但这辆福特货车实在是太小了 即使是拆除了后座 也只能放下一张床垫 所以无论是做饭 洗澡还是上厕所 都需要在房车外解决 但加比对他的迷你房车很是满意 而且为了他的旅游博主计划的费用问题 他还在一家快餐店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每周辛苦工作50个小时 就在加比努力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时候 布莱恩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 他不愿意加比出去工作 他看到加比对男顾客热情的笑脸就会生气 他想加比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他 有一次加比最好的朋友Rose来叫他参加一个女孩之夜的party 但布莱恩不想让加比去 当加比不同意的时候 布莱恩开始冲着他大喊大叫 这次的争吵中两人动了手 布莱恩将加比推倒在地 加比则扇了他一耳光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去Rose家过夜了 后来Rose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加比和Rose说 他和布莱恩的吵架非常频繁 有时候会变成肢体冲突 但并不是有意的暴力行为 他还是很自责的 觉得自己很不体谅布莱恩 但据Rose观察 布莱恩是一个很有嫉妒心和控制欲的人 布莱恩友好温柔会照顾人 但你总觉得他哪里不对劲 Rose说 他是加比在佛罗里达州唯一的朋友 不是因为加比不愿意交朋友 而是布莱恩不想让他交朋友 2021年7月2号 以纽约为起点 他们正式开始了房车旅行 在这期间 他们打卡了很多地方 在旅行进行到一个月的时候 布莱恩对加比越来越不满了 虽然两个人时刻都在一起 但加比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了经营旅游博主的事情上 常常对屏幕外的布莱恩视而不见 加比在很多平台上都注册了账号 每天都在更新和粉丝们互动 整个世界开始向加比打开 而这些正是布莱恩最不愿意见到的 怒火终于到了极限 8月12号清晨 加比坐在当地一家有网络的咖啡店里面 修图后上传 然后更新到各个平台的账号 以及建立自己专属的博客网站 这一忙就是6个小时 期间几乎没有时间跟布莱恩说话 百无聊赖的布莱恩坐在边上越看越起 最后一把夺过加比的手机和车钥匙 走向路边的房车 威胁他说自己要开车走掉 让他自己在这里反省 加比在大街上拦住了布莱恩 扑上去抢夺自己的手机 布莱恩扇了他一巴掌 这一幕刚好被一个路人看到 路人毫不犹豫地抱了警 接着布莱恩走上车子 关上门抛下加比准备离开 但加比从车窗爬进了车内 车子迅速起步 并且以超速的状态行驶了一段时间 期间还撞到了路边的公用设施 接到报警没多久 警方就锁定了这辆白色小货车 警方的记录仪拍下了整个过程 加比告诉警察说 他们早上吵了一架 因为一些私事 警方看到不停哭泣的加比后 决定将两个人暂时分开 然后询问原因 加比告诉警察说 自己有强迫症 会经常忙着清理和整洁的事情 自己又要打理各类平台的账号 所以有时候情绪会失控 他不相信我能把旅游博主做好 他让我很紧张 我们吵架的时候 他不停的让我闭嘴 而布莱恩这边就比较平静了 他说 他们开房车出来已经很长时间了 每天24小时都会在一起 所以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吵架 今天早上是因为他说他要忙他的博客 我就给他时间 但一下子就是6个小时 当我跟他说我们该走了的时候 他就爆发了 于是我拿起车钥匙 想开车出去一个人静静 但他不愿意离开我 警察注意到布莱恩的脸上有三道伤口 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布莱恩说 这是加比跟他争夺车钥匙的时候被抓伤的 布莱恩把原因完全归在了加比情绪失控上面 于是警方直接了当的去问加比 问他布莱恩有没有打你 加比说虽然布莱恩打了他 但是错在自己 因为是自己先动的手 于是在警方的报告中 布莱恩被认定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是加比在极端焦虑的情况下攻击了布莱恩 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静 8月23号两个人再度启程 8月25号 加比跟妈妈通了最后一次电话 告诉妈妈 他们正准备前往怀俄明州的大提顿公园 当天加比也在网络平台上更新了他最后一条状态 他站在犹他小城一家餐厅的蝴蝶墙下 笑眼如花 8月30号 妈妈收到来自加比手机的一条短信 短信上眉头眉尾的说 这里没有信号 9月1号 布莱恩开着那辆白色的小房车 独自回到了佛罗里达州的父母家中 而加比却不知所踪 9月11日 加比的妈妈因为始终无法联系到女儿 而选择报警 报警前 他还不断的联系布莱恩和他的妈妈 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复 当警方找到布莱恩的时候 却发现 他父母早已经为他找好了律师 他拒绝回答 最后一次和加比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也不说他为什么会开着加比的车独自回家 从头到尾 他就像个机器人 除了提供律师的名字和电话之外 一句话都不肯说 而警方对此也毫无办法 他不跟警方说话 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利 而根据布莱恩律师的说法 所有此类案件中 伴侣往往会是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 无论他跟加比的失踪案有没有关系 任何他说的话都可能成为针对他的呈堂证供 所以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布莱恩将继续保持沉默 由于加比的失踪案涉及了好几个州 于是FBI介入调查 公开对外征集各种线索 在报纸电视以及各大媒体的推动下 全美国都知道了加比的失踪案 无数人观看了加比之前发布的各种视频和照片 希望这个美好阳光的女孩最后能够平安归来 还有很多热心群众 自发的来到布莱恩父母的家门前抗议 要求布莱恩给大家一个说法 但布莱恩却始终拒绝露面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警方无法逮捕布莱恩 但在9月17号的时候 布莱恩的妈妈突然报警说 布莱恩也失踪了 他们说最后一次看到布莱恩是在9月14号 当时他背着背包开车 准备去米亚卡哈奇西公园散散心 当晚没有回家 巧合的是 9月18号另外一对旅游博主表示 他们在上个月的8月27号 无意间在路边拍到过加比的白色小房车 而这段时间正好是加比失踪的时候 当时加比的房车位于一个名叫展西野的营地附近 警方随即对该营地附近展开搜索 9月19日加比的尸体被发现 法医鉴定表明加比后脑勺曾经遭顿气打击 然后被人掐住脖子造成窒息而亡 于是警方展开了对布莱恩的逮捕 但是已经失踪的布莱恩到底在哪呢 当时众说纷纭 有人说他父母将他藏了起来 有人说他已经潜逃了 由于米亚卡哈奇西公园 是一个占地25000英亩的自然保护区 所以搜寻起来十分困难 警方派出了50人的队伍进入自然保护区进行搜索 同时动用无人机在高空侦察 终于在布莱恩失踪的第33天的时候 10月19号 无人机拍到了布莱恩平时用的一个白色帐篷 警方在帐篷附近发现了布莱恩的背包 随后在背包附近发现了布莱恩的尸体 布莱恩的遗体被发现时已经完全白骨化了 最后根据法医鉴定 布莱恩死于自杀式枪击 当天跟尸体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本笔记 2022年6月警方公布了布莱恩死前写下的八页笔记 笔记的开头部分 布莱恩表示了自己对加比的思念 并希望他们不要迁怒于自己的家人 接着是关键部分 布莱恩描述了加比的死亡经过 他说这是一个谁也没能想到的悲剧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 时间大概是2021年8月27日或者8月28日 当他们匆匆经过一片溪流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落水声和加比的惨叫声 加比不慎落入水中 当他在溪水中找到加比的时候 发现他受了重伤 头上鼓起了一个包 身上多处骨折 喘着粗气 完全说不出话 只能发出痛苦的声音 白天炎热的公园在晚上急剧降温 加比浑身湿透 体温飞快流失 布莱恩说他抱着加比 想拼命的把他带到车上 但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 不可能走到车上 于是他在旁边生了火 好让加比暖和一点 然后他看见加比头上的包越来越大 身体颤抖的也越来越明显 疼痛也越来越厉害 当时加比请求他 帮他解决痛苦 布莱恩接着写道 我不知道他伤得到底有多严重 我只知道他痛到了极点 我终结了加比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慈悲 是他想要的 但我现在也看到了我所造成的错误 我震惊 我恐慌 但从动手的那一刻起 我决定带走他痛苦的那一刻起 我知道没有了他 我无法走下去 之后 布莱恩说 他不能独活于世 回家是为了和家人共度最后的时光 他原本想找好友杀掉自己 却不忍心好友因此坐牢 我结束生命不是因为害怕惩罚 而是因为没有了他 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失去了我们的未来 请不要迁怒于我的家人 他们失去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女孩 加比 对不起 我来到这条溪水里自杀 希望死后能够有野兽将我大卸八块 或许这样能让加比的家人好过一些 笔记的末尾 布莱恩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请拿走我的全部物品 加比讨厌别人乱扔垃圾 当布莱恩的笔记内容被公布后 很多人表示一个字都不信 认为这是他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谋杀罪 而编造的谎言 有很多图部人士表示 加比尸体发现的地点其实并不偏僻 四周的不远处 总会有露营者在那附近安营扎寨 如果有人在那遇到意外 即使是大声呼喊 也很有可能有人听到呼救赶来帮助 此外虽然是国家公园的深处 但那个区域的手机信号还是很好的 拨打911基本都能打通 自己心爱的女友发生意外 布莱恩一不大声求助 二不打急救电话 却在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掐死了他 这个故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服众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觉得整个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虎 我们下期见